有一個自然同學生 它有一個自然同學生 它叫香草 為什麼叫香草呢 為什麼會有一個自然同學生呢 因為很早很早之前 未有自然同學生前 它就帶小朋友去參加我們的自然同學生 參加學一些主題的同學生 參加我們當時搞很多特別的過程 海星的數學世界 聯賽之類 自然同學生 我忘記參加學生的同學生 但是也很積極參加 當時的小朋友這個小時候 有一個小時候 之後他就搞很多綠色生物的東西 接著出了書 我們當時的湯他們放在這裏買的 如果你有用去聽的湯 有用去買的就買了 一個綠色生物的同學 近年他搞一個綠色生物的東西 我們畫工方向盡力幫助 在前面都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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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介紹一下 現在的家裡 香草 今天就買得到 謝謝 謝謝 首先多謝可星 還有多謝香草自然學校 這個機會 賣版的廣告 在前面都要去做 分享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故事叫石頭湯 故事因為聽過石頭湯 你聽過嗎 你聽過嗎 有一個很窮的女生 她是一個老人家家 那是女生 不如這樣 你出來說 看女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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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disguised flu 她要說 時 anomaly 每角帝都可以說 一生 才 masa dizzy 她要說 我把麵包給他 給食物喝 他說 煮一煮一煮 這個時候 他說 得了沒有 他拿來花 之後 他說 沒得了 如果加點大片 或者 牛肉飯 還好 所以 把麵肉飯 又等他 給他喝 得了沒有 那個家妻 做了 給他 給他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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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玩得很漂亮 其實 打啊 打啊 這個是關於一個分享的故事 你們看一看 出來 我又說我給你聽 以前 都是有一點點差不多 有一點點出入 話說 有兩個人 去了一條村落 那條村落 很窮的 那條村落 就是人 每人之間 很少溝通的 那他們 自己 國家指數 也不像宣 那他們 去到這條村落之後 就很餓了 他們 打算 想 找些東西吃 充機 那樣 見到 一路走下去 他們好像不太好 就 只有一些石頭 譬如 他們 撿了兩個石頭 就 打算 煮一煮湯 那麽 就在那裡煮湯的時候 那整個煮湯的時候 因為那整個煮湯都是水 那有兩個石頭在那裡 那 煮一煮一煮 之後 就有一些村民經過 他就見到 咦 你找兩個石頭煮水 怎可以的 我家好像只剩兩塊蘿蔔 因為我回家拿了兩塊蛋下去 那好像很好吃 又很寡 然後他就扭回家 然後就拿了兩條紅蘿蔔 接著 完事者 第二個村民又走過來 他就說 哇 只有幾塊石頭 和兩條紅蘿蔔 好像沒什麼味 我只有些番茄 那我又回家 又跑來 放了兩條番茄 然後 完事者 他們的煮湯就慢慢慢慢很豐富 炒了薯仔 芹菜 有很多東西加起來 結果那個煮湯就很豐富 很美味 開始就有很多人走了出來聚集 一起去煮湯 喝完湯之後 結果大家都想得到 多了溝通 然後那個村落就在那晚開始 就慢慢多一點 那這個故事呢 其實就是一個分享 就是在社區裡面 大家多了分享的時候 好像整個戲春都平衡了 那麽 其實我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我覺得 原來是把這些東西 擺在自己的社區的時候 就是好像比較有人情味 對啦 不止得我們現在好像住樓 你隔壁屋成什麽 都不感謝你 你不感謝你幫我做了一個開場辦 是呀 是呀 不過很感謝你幫我做了一個開場辦 我自己會覺得一個比較可持續的社區 就會有幾個因素 有幾個因素 首先要自給自足 那如果一個社區裡面 是有自給自足的話 就會開始有些本土機制 會很…就是… 有一些… 在自己各個社區那裏做了些東西 或者生產 賣回去給自己社區 那變成這個呢 比較好使用 就是使用了很多的運輸 或者各樣要包裝呀 要冷凍呀 那很短時間就可以 供給自己那些居民的時候 那些居民的時候 就比較好一點 那還有呢 最…都緊要的一件呢 就是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 還有有很多互相分享的東西 會出現 那這些呢 就是加起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社區的意識 那你就會體現得到很多人 人人的樣子的狀況出現 那聽起來好像很煩 那我會講幾個例子 在外國和在香港的一些例子呢 就在那些社區裡面 會開始有些轉變的時候 而令到人和人之間的距離都會突破 那首先呢 有個外國的例子呢 好像很圓 但是呢 也都好像很簡單 因為呢 曾經呢 有個巨男的女孩子 她呢 然後呢 就來過香港呢 有個女孩子 她們呢 來分享 那她呢 那她呢 來到之後呢 就在這裡 那我 其實很親身 但是呢 聽完之後呢 我就覺得很大的影響 那她呢 那這位呢 那這位的女士呢 叫Elena Simon 那她說她自己是一個Social Inventor 就是寫好房屋家 那她發明些什麼呢 我覺得真是好 好得意 頭很抵死 而且又有一件很陰謀的 她將一些訊息帶著給社群 那她呢 那她呢 就在小時候呢 她就 應該讀書 其實她十九歲的時候 已經是想到一件事 就是她的女朋友比較不見 就是在那裡玩的 就是呢 就找到那些垃圾桶 找到那些垃圾桶 找一些她覺得不是垃圾的東西出來 她覺得是原本的 其實我們真是周末不時 在很多間外的垃圾站 都見到一些很用得著的東西 為什麽那些人會扔呢 當時那個想法也是一樣 很多人扔那些東西 其實不是垃圾來的 於是他們呢 大家就 探望垃圾桶 就收拾這些東西之後 偷偷地 就在一些箱子裡 那裏擺上那個貨架 那結果 其實真的賣得到的那些東西 但是那個箱子 看到那些人 就不知為什麽賣一下賣一下 為什麽多了很多時間 那她就玩了那些東西 我覺得頗有趣 那後來她自己看得到的狀況 她證明到很多東西 真的是垃圾桶 真的可以把它擺上貨架 而不會看一個垃圾 那第二樣東西呢 也都很影響得我很大 我聽到很感動 她就在荷蘭一條 比較人來人往的街頭 就是比喻給我們中環 在很多人走那一條街頭上面 她就遲了一個垃圾 上面呢 就寫著 如果妳今天有多月錢 妳就擺在這個盒裏 那麽 那麽 她們那種的群族 就是有人去坐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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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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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就不斷有人擺 不斷有人擺 變成這個可以幫得到 就是這件事可以幫得到一些 真正經濟上有需要的地方 然後第三樣東西 其實他搞了很多東西出來 如果大家有趣的話 對這件事有趣可以上網 他就去說的東西 都在自己看下 第三樣東西他分享就是 他首先在拖領那個領先大堂的時候 叫大家買一張十元紙 然後叫大家吃了一張十元紙 當然吃不了的 他就帶出一個場合 就是有一個金融的會議 有一些同黨 比較白面的同黨 就走進去一個金融的會議那裡 他們在商討著不久的將來 就會搞一個大一點的展覽 就需要找一些人去做一些餐人的同步 那他那些白面的朋友就舉了手 說我到時候包起你們免費午餐 然後真正經濟去到那天開會的時候 那大家那些坐在網舗預備吃午餐的那些金融的會議的人 一打開他們的那個餐 那隻錶上是有幾張藍紙 是煲得很漂亮的 有一些捲起來好像輕輕的捲起來 那就是團結多的藍紙來的 那大家想不想到那個意思是甚麼 想不想到那個意思是甚麼 就是他們在那裡開一些很重要的 他們認為很重要的金融會議 但是呢 去到桌子的時候想吃東西了 午餐 那個午餐重要的 午餐的食物的重要 我開菜重要還是那些藍紙重要呢 就是他們優一些比較將錢放得單的 優他們一盟而已 那我覺得有期後就有很多人就開始白施 就是在金融台的就開始白施去 會想是我們經常覺得這些東西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當我真的和我的時候 只能可以感受到 那我覺得挺有趣的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另外一個分享就是 首爾 韓國的地方 首爾 那他就千多年已經是 宣佈自己想做一個sharing city 有沒有人聽說sharing city 那他怎樣 那個首爾的市長 他做了很多果然 他將這個地方去做一個sharing city 拿些甚麼改變呢 其實我們香港人可能聽完之後呢 就會覺得很善謀 因為他開始就將分享的concept 這個意念就由政府帶來做起 那第一件事呢 就是他們在政府裏面的那些報告 譬如政府裏面的會議室啊 或者是政府的行政場啊 因為可能在星期裏面辦公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開放給市民去用 那變成可以令到市民 就是用得到這麼多的公共空間啊 那還有呢 有很多的意念會和市民去一起共產 市民去共產黨的政策 那還有市民一起分享 我們今天的香港好像就 即是特首都不是我們選的 那會不會我們慢慢慢慢 就是每人有這個理想那麼多步的事 是希望我們香港遲些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那我們先知道多點 聽多點 知道多點 可能有一人可能不可以會得的 人家這麼近的首爾都可以做的了 那還有呢 他們這個地方呢 即首爾的市呢 就會勸勸的人呢 如果當他們有婚宴的場合的時候呢 就捐一個percent 他的禮金 收到的禮金捐一個percent 出來呢 就去支持市機構的 那其實他做的很多的政策呢 都開始向大眾去勸議 或者是自己現身作則呢 是做一些的分享 和其他市民一起分享 帶領別人走這一條路 那我覺得是真是一個很好的 當人人都開始去想和別人分享 而是自己圍起自己的地方 和別人沒有溝通啊 或者是自己霸佔了所有的資源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呢 你自己得到的是更加多的 那另外第三個地方呢 在香港呢 就是澳洲的一個學門的社區 香港文化的社區 那他們呢 香港文化的社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都會很著重在種植那裡 那他們的社區如果種到什麼東西呢 有什麼收成呢 他們就會放在一個籃子那裡呢 就放在譬如路邊那樣 有誰呢 他想來拿的時候呢 就是誰居住在那條村的人呢 你覺得有需要你就來拿了 我可能種了很多青椒 那就放了很多青椒 那誰經過就來拿了 那這件事開始了之後呢 那些人就很開心了 大家都可以分享到社區 社區原本類狀出來的東西 然後呢 再有些人就自發了 他們發現呢 除了青椒 咦 為什麼會有些番茄出現的呢 原來那個社區是只是種青椒的 那些番茄呢 就是有一家人 他自己在一個公園 花園 他自己家裡的花園 種了很多番茄的時候 他又放了自己的番茄 變了 就好像剛才石頭湯那一陣子 慢慢慢慢的東西多 種了慢慢多了 那就會形成了一個大家互相分享 但其實誰擺出來的都沒有人知道的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挺特別的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澳洲的社區裡面呢 我們也都聽過這個都是很好的一個例子啦 就是在他們一個實行這個叫做Eco Village的地方 有未必要到這麼大的 其實是一個城市 他們慢慢慢慢步向 步向綠色 那他們就一起去談一些政策 就是我們不想有裝飾賣 那接著之後呢 他們慢慢慢慢實施 就是過一流 談完之後呢 通過了他們就沒有裝飾賣到那個城市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些外國的例子 好像聽起來很好啊 但是好一點也很好啊 我們可不可以做到這些東西呢 我覺得呢 就事在而為的 如果個個都覺得可以的話 我們就打出一個部份做的 那講到這麼遠 不如我們講回香港很多例子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聽完很羨慕別人 那我們香港其實都不少東西的 因為現在這幾年開始呢 就已經多了很多這種的 跟人分享啊 或者是一些社會的概念啊 那他們就不是說一米賺錢 或者一米是標準自己就是事 那如果當刻我們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就會覺得呢 消費者是有個力量在做的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消費那個力量 可以改變社會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想不想到啊 我們買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還在超級市場買呢 我們如果想支持一些小商戶的時候 我們如果想支持一些小商戶的時候